大家好 欢迎收看要你鼓掌 我是婉伦 我是袁东霖 鼓民大声说 各位同学 总统大选就要来了 1号 2号 3号 大家最看好谁呢 谁对台湾的经济会最好 赶快在影片下方留言 各位婉伦说吧 老师你最看好谁呢 我最看好谁 暂时不公布 不过各位同学 你一定要去投票 不管你是1 2 3号的哪一号 一定要去投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这是你的权利 也是你的义务 好那么影片首先呢 还是请大家动动手指头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订阅我们要你鼓掌 鼓模式袁中霖老师的频道 老师老师 今天台股下跌了 鼓民们就是现在应该说选举的 应该说要选举了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那么现在最适合做什么呢 对 那今天这个盘 大家有点失望 是 昨天美国四大指数 哇很强 废半涨了三点多 纳斯达克涨了2.2% 结果呢 我们的台股竟然是开高走低 就是这几天都是这样开高走低 那跟这个亚洲股市 好像也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 日经从1.8%涨1.88 然后到1.2% 那恒生他更夸张从涨1.2%来到了几乎快平盘的0.2% 所以这个都事实上好像大家反映的就是不确定 感觉因为这个美国他们这个要公布这个CPI CPI的这个数据 所以要等到礼拜四礼拜五比较稳的时候 可能会大家会心情比较笃定 那我们是台湾是台湾总统大选 就是等到这个礼拜过完了 那就是波云圈日 就等下礼拜一 那今天台币找盘的时候是升的蛮多的 后来越升越少越升越少 升到现在0.1角 刚刚甚至变成贬值了 好 那这个美元指数昨天是小小的这个回档 好 那所以台币就小小的这个升值 今天小小的升值 那我们就说这个复制去年11月的升值 整理升值整理升值 现在是升值整理升值整理升值 这样对台湾股市是最好的 好 今天类股的表现 这个航运股 翻船了 翻船了 对 一只独立 那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提醒 因为航运股的指标看长龙海运 那长龙海运之前我们有跟他讲 150以上他套牢的真的是蛮多了 不容易过了 那所以我们只看技术面的话 就知道说长龙海运不能不容易过 即使这个什么红海 红海这个封闭这些什么这个因素 基本面的因素 消息面的因素 都没有办法抵得过这个 这个技术面 这个筹码最重要 没办法克服 所以今天就顺势的拉回 那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 电机类股 就是台电的强韧电网 还有AI 这半导体这些表现比较好 电子类股今天成交66% 那AI概念股今天有稍微好一点 成交了20% 半导体成交25% 那么台积电的突破下降趋势线 那么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呢 台积电现在是纯纯欲动 就好像总统大选完了以后 可能他就会非常明显了 就是突破这个箱形整理 现在持续在这个箱形整理的上限 在这个585这边呢 持续在这边整理 那总统大选完了以后 应该会更明朗 那时候就可以朝600块来前进了 好 那这个周线我们看的 好 那那个法人 法人那个法人的卫平仓 这个口数金又要怎么看呢 对 外资仍然是在避险 那今天的这个口数呢 更多了 避险了两万四千口 这周根本就在避险 从上周开始 对没错 他们这个避险的口数越来越多 那今天的现货他们卖超6亿 自营商仍然是大卖77亿 自营商好像永远卖不完那样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本来大家都已经在观望 自营商又卖的更多 所以这个盘就涨不上去 好 那融资予额昨天减少了8亿 来到248亿亿 那这是什么好事吗 稍微好一点 就是说融资不要持续增加 那个对大盘来讲 负担不会那么重 缓缓涨是好的 那我们之前讲说四星ky 对股王 好在这个地方十字线的时候 隔天收中红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是 成新十字 成新十字的这个反转 是 果真呢 这个缓缓缓涨今天就大涨了这个135块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呢 4000ky 已经从这个地方涨上来呢 已经涨了200多块了 所以这个表现的相当稳健 是好 那高价股 我们讲说这个4000ky 表现的表现最好 那利望翔硕 这个也表现的不错 一半一半 红的跟绿的一半一半 IC设计 红通通 红通通的一片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讲IC设计 好 那AI概念股今天三分之二表现的比较好 今天三分之一是绿的 那表现比较好的是饥渴股股 秦成啊 银帮啊 这些都表现的相当不错 甚至秦成还拉到涨停板 因为 银帮涨停打开 对对对 是 秦成他这个营收创了历史新高 感觉上好像 呃 因为之前有人看衰秦成嘛 就是说他获利那么少 凭什么一直涨涨到200多块 凭什么都出来了 对 是 那呃 秦成他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 我的营收是逐月逐月的增加 然后这两个月他都呃这个大 这个营收都增加的非常多 那今天这个营收公布又创了历史新高 感觉就是要当人家看说 这个AI对他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那AI伺服器三雄 五天以后会扣抵低的股价 那时候呢 它的季线就会走平 拉起来的话 也叫比也就会比较顺利 比较有利 那么下礼拜三 好对差不多 好那就选举完了嘛 是 那但是现在就是 伟创110以上压力大 技嘉290以上压力大 广达220以上压力大 好那这个 转线标股耶 好期待喔 现在还有股票可以留意喔 不要想说观望盘 就不要买股票了 现在反而要赶快再选钱 找寻机会啊同学们 对好那完了讲的没错 因为这个盘整期间呢 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主力股呢 就表现特别强烈 那我们这个光宏 礼拜一跟大家讲的嘛 是 不是对不起 上礼拜五 1月5号 1月5号上跟大家讲 连续拉的这个 这个两根停板 太厉害了吧 对对对 在这个逆势的 对 在这个逆势中 还有股票量能涨配 对好那这个就是 主力股就是有这种特点 是 那不管 尤其是盘势不好的时候 他们都会逆势突围 再次恭喜同学 好那玻璃 哇这个玻璃今天演得非常精彩 找盘的时候杀得非常低 结果呢 后来拉到涨停板 那我们我们讲说玻璃 还有什么这个 基本面的利多呢 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呢 是做飞机护合材料的次接口 打入了空中巴士的供应链 这对对它未来的这个营收益 都会有大的帮助 它除了它是 本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碳纤维 冰上曲棍球的制造厂嘛 那获利也不错 那所以最近呢 哇从从这个蒸完了以后 已经连四根涨停板了 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很厉害 对 因为老师在10月3号的时候 在90块 那个中间有震荡 进行波折 但是呢 可以历经震荡 然后还可以 欸 酝酿出好的股价 对 90块涨到162 然后回档以后 现在又创新高 太厉害了 太强太强了 好迅达 这次股票呢 我们在这个刚突破的时候 刚突破了这个时候 我跟大家讲 结果呢 这一根藏黑是 葛日冲的麦芽把他杀下来 是 凯基台北 对对对 明昭彰的凯基台北 是说凯基台北 没错 然后杀下来以后呢 然后这个还好 他守住了这个缺口 缺口没有跌破 所以这两天呢 又反弹了上来 今天又创了这个新高 创历史新高 所以呢 这个迅达这支股票 仍然是可以注意 因为他股价创新高 创新高就是有他特别的意义 而且他量也没有爆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支股票可以注意 好 艾普今天仍然是受制于昨天的这个 葛日冲的麦芽今天余波荡漾仍然是在这边麦芽稍微大一点 而且就是说可能主力他选钱他也不想要大动作 所以就稍微整理 那 持续整理 有没有拉回上车的买点呢 没错 这个这个480 480 475这边不跌破的话呢 就是会强势 然后会继续往上迈进 480块 金利科呢 我们金利科这非常非常的强 是 1月3号我们提醒大家说他突破了这个箱形整理 对 突破29次突破箱形整理 是 结果呢 最近呢一路一路 今天又大涨了 往上发达 今天又大涨了7.5% 来到347块 金利科非常非常的强 就是因为他接收了英特尔跟超维他们留下来的X86的这个市场 比较成熟的这个市场 那这个市场呢 这个非常非常大 300亿美金 那金利科是少数可以自主开发的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营收盈余这个想象空间就非常非常大 那主力呢 他也卯足了这个权力 对对对对 这个创新高 突破了这个上下线 创新高 持续在往上攻 好 那神党安国集团呢 是 这个就最近陷入整理 那个心底陷入整理 安国也陷入整理 安国最好不要跌破这个120块 因为他最近他不乖嘛 因为我们上次讲说 他这个5分钟被处置的时候 他又展现强势 结果又被关起来 关起来这是关了更久 20分钟处置 所以现在呢量根本就出不来 所以现在回档 趁着这个机会回档整理就好事 回档找买一点吗 120 如果不破的话 这个是非常好 那神盾也是一样 陷入整理 那通家 这个我们昨天有讲 因为他昨天收了一个这个很丑的这个流星 是 上一线这个流星 所以今天这几天要整理5到8天 整理5到8天 好 今天继续整理 好 建基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 因为昨天的这个恶名召张的凯基台北 凯基台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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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国票敦北法人这些 意义经典也是 对没错 他们那都是隔日冲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户头 那杀下来 昨天他们有买 今天一开盘 倩基一开高 他们就杀下来 所以一大早就挂在这边 几百张就挂在这边 对 所以这个竹力他也就 不想要往上拉了 所以我们各位同学 你如果想要买这种股票的话 对 9点15分之前 你要看9点15分之前 他没有往下杀的时候 这个时候比较稳 就表示说 主力他有坐驾的这个意愿 如果9点15分 他已经杀到这个平盘以下 你千万不要介入 因为这个时候弱势 今天可能就会持续弱势一整天 那有时候甚至这个股票 他会杀到这个半值停满以下 所以要注意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 具有科之前 我们已经有跟大家推荐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是因为他的12月营收 功报 创了历史新高 非常非常漂亮 年增341% 月增105% 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他是等于是说这个低价 比较低价的这个IP 细子财股票里面 这个是活力比较足的 但是具有科 他经常被关起来 就是每被关起来的时候 这个量都出不来 关起来的时候量都出不来 就是反正这个好像这个OTC 好像有点点 特别喜欢关他 对特别关注 他这个涨幅又不大 然后就就就还会被关起来 像这一段根本就没什么 又被关起来 真的蛮奇怪 不过他线型线型做的蛮不错的 只要突破上升三小型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继续往上攻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好 第一个 折叠基因我们之前也有一直在分享 对对对对 反而能讲这样 今天分享的原因是 今天我们分享的原因 就是说他从这个440个回档以后 回档以后整理 然后来到这边 量说整理开始放量 开始放量 又往上涨 那现在的现行 只要他突破这个上升三角形 往上突破444 那这个股价又会转得更强 好 我期待你 还天科 还天科是这个 他之前的股价是有一阵涨幅 对 涨幅以后拉回来整理 拉回来整理 结果来到了这个 跳空缺口的这个地方 那跳空缺口我们就可以讲说 如果是往上跳空的时候 股价拉回 这个跳空缺口就是支撑 是 所以他没有跌破支撑 这边又出现了一根中长虹 就表示说他已经整理完毕 然后今天又非常强悍的一架锁到底 所以这个阻力表示说还没有做完 会继续往上做 那这次股票 能做多久 何时能上车 这个股票非常希望创这个新高 25块应该不是问题 那这个他就是做这个GPS 所有的产品都是GPS 好 那我们选择好的股票 挑对进场的时机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各种梦想的题材都在 袁老师要你股掌 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027259668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 想要跟这个袁老师 直接学习的话 也记得打电话报名上车 我们要你股掌 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按讚訂閱留言跟我一起輕鬆理財